周恩来总理与人民币面额中的有趣数字。 周恩来总理智力超人,他在与世界各国首脑和重要人物接触中基点对达恰到好处深受国人和世界人民尊敬一次有为外国首脑。 问周总理,贵国共有多少资金?周总理轻松地回答,要十八元八角八分,周总理为何这么说呢?原来当时我国流通使用的人民币共有十种面额即十元,五元,两元,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两分,一分。 累计是十八元八角八分,以后国家陆续发行,五十元,一百元和二十元面额的人民币线,行流通的人民币面额,累计达八八八十八元。 我国线行流通的人民币面额中位时,没有三、四、六、七、八、九这些数的面额,那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经济专家。 我们进行设计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原来,在一道十的自然数里有重要数和非重要数两种,一、二、五,实时重要数用这几个数就能以最少次的加减组成另一个数如一加二等于三,二加二等于四,一加五等于六,二加五等于七,十减二等于八,十减一等于九。 如果四个,重要数,中任何一个数倍,非重要数,代替那将出现了有的数要用两次以上的加减才能组成的繁琐现象,因此在我国人民币面额中有一,二五,十这几个数即可满足人民币流通领域的需要。